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很開心又開始今天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如何建立人的靈命 而我們講到建立聖靈的果子,我們又講到有六樣的果子 有六類的果子,一個人得救不是靠行為 但得救的人必定有行為的改變 那六類的果子就是繼續悔改離聚 即是一個真得救的人是會有這些果子的,會繼續悔改離聚 第二就是繼續信靠耶穌作救主和主人 第三就是持續的親近神,第四是愛神 第五是遵從神,第六是結果子 包括生命的果子,聖靈的果子,然後是侍奉的果子 我們之前已經講到聖靈的果子,《加勒太書》五章二十二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我們每天都說了,剩下一個就是節制 我們在這個時候,現在會講關於這個果子就是節制 其實聖靈的果子是單數的,即是說這些全部是一個得救的人 他生命應該有的表現,生命應該有的果子 即是一個重生得救的人,他應該是被神去掌管 這樣就會結出果子出來 那,的確在我們看到的基督徒中,有些人的生命的果子 聽到現在嗎? 現在聽到,你的鏡頭已經開了 你的手機鏡頭已經開了 好的,好的 好,那就 即是說有些人,他的生命的表現是很弱的 很缺乏愛心,缺乏喜樂平安,憐憫人的心 我們不能夠說這樣,他們就不得救 但是呢,如果一個人是完全靈改變,是一點改變都沒有的話 他可以是不得救的 因為一個得救的人就會有聖靈所產生的果子 在他生命裡面就會產生這些所講到的聖靈的果子 所以我們都留意我們的生命有沒有回應聖靈 當一個人回應聖靈的時候,他回應聖靈的感動 他的生命就會結出這些果子 即是他生命裡面就會有愛心,有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即是善良,信實,可靠,溫柔,節制 他是應該有這些生命的果子的 那如果他是完全沒有的時候,他有可能 他生命裡面是有問題的 他跟神的關係有問題 因為聖經講到,如果不常在耶穌裡面 他就不能夠結果子 就好像枝枝雕在外面,灰乾人十幾來 瘍在火裡燒了 即是說如果有人說信耶穌 但是他跟耶穌的關係是極之極之弱 即是聖靈感動他怎樣結果子 他是極之極之弱 這樣的時候呢,他是有一個危機的 即是說他親人神很少 或者他沒有被耶穌改變 他沒有被耶穌改變他的生命 就算他表面親人神,但他裡面沒有改變的時候 那他的生命是有問題的 就不會結出這些果子出來 那如果一個人是跟神有這個生命的關係 聖靈在哪裡,那裡就會有果子的 他就會有憐憫的心,有愛心,善良的心 就會有這些生命的改變 證明他真是得救的 所以我們都提醒自己 也都是提醒我們所幫助的人 到底他生命裡面是不是 缺欠這些生命的果子呢 他是不是順從他的肉體呢 因為順從肉體的結局就是死 順從聖靈就是生命平安 那怎麼有這種生命呢 就是一定是跟神的關係好 是回應聖靈的感動 聖靈就會感動人生命有改變 那時候他的生命就會結出聖靈的果子 我們這次說到最後一樣就是節制 節制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會容許我們的罪性情啊 我們的私欲啊 我們的想要得到的東西啊 一直控制我們自己啊 當一個人有聖靈居住的時候 他就不會說他想達到某些目的 他就會用盡一切方法 他完全沒有節制 但是他不會想到這個東西 合不合神的心意呢 他會容許他的憤怒啊 或者控制人的心啊 影響他 以至他 他就好像失控那樣 不受聖靈的感動 也都是對人啊 他的關係啊 是一種失控的狀況啊 就是不能夠去管理他自己的情緒 不能夠管理他和人的關係 用一種控制的方式 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沒有這個節制的果子了 那節制就是說呢 譬如說 我們 譬如有怒氣 我們呢 就會去管理我們的怒氣 就說 我為什麼要這麼生氣呢 雖然那個人錯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發怒的 我不需要用怒氣去控制他的 嗯 或者有些人 我們覺得他不夠聽話 是不是我們就 是一直去控制他們 聖經講到呢 是 不要核製群羊啊 就是我們牧羊的人 我們都不要核製 那麼 聖經講到 妻子順服丈夫 但是也講到彼此順服 在《以法所書》第五章 二十一節那裡講到呢 首先講到彼此順服 然後二十二節 才講到妻子順服的丈夫的 那所以在夫妻關係 應該是有彼此順服 不是一方面的控制對方的 那有些人呢 他們是很強烈的那種控制欲啊 他沒有管理好他自己 他容許他的 他的私欲 他的憤怒 他會控制他自己 以至呢 他會用一種很強勢 去跟別人建立關係啊 或者是侍奉裡面很強勢啊 那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不是管理好自己了 或者在這個時代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經常都被手機控制了 那他又不去想啊 啊我現在呢 真是很受影響啊 譬如啊 祈禱 跟著呢 有手機有響啊 或者有些人有傳訊息啊 立刻又會停止祈禱啊 或者在做些什麼 都 時時受那個手機控制啊 那還有呢 有時候有個習慣呢 就是 總是整個去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人發訊息給我先 看一下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呢 哎呦 就可以看一下 那變成一種 依賴性啊 不能夠 管理好他自己那個時間的運用 那這個都是 失控了 變成了那個人呢 沒有平安了 那所以我自己來說呢 我手機一定是關掉聲音的 就是那些WhatsApp那些 我關掉聲音 因為我不想呢 整天叮叮叮叮叮 那樣 就是那些人發訊息 有時候有些人發訊息呢 是 就是不是 必須的 是整天都 好像有時間過頭 那樣就一直發訊息的 那我 所以我那些群組呢 我不看的 就是 除了我管理那些群組呢 我有參加不同的群組的 就是有些人邀請我加入 那我加入了呢 我的目的是我能夠有時候內衷 內衷我會發一些訊息 有些好的影片 內衷我會發一些訊息 但是 基本上我是不會看那些內容 因為太多 太多 還有呢 太多是無謂的訊息 就是我 我自己初頭有這個WhatsApp的時候 我覺得很騷擾性 整天都叮叮叮叮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去管理我的生命了 我管理我的生命 不要讓有些事呢 控制了我 是我掌管這些事 不是這些事 掌管我 那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都會 留意我們的生命了 到底我們有沒有些什麼 掌管著我們 我們的私欲啊 我們的情緒啊 我們的不開心啊 我們那樣的東西 有沒有影響我們呢 那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得到 有聖靈的帶領去管理 我見到呢 有人發了一個錄音訊息 發出錄音訊息 我是沒有辦法聽的 這個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文字想問問題 如果是文字想問問題 請用文字 不要用信息 不要用錄音 因為我沒有辦法聽到的 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我在這個時候回應的話 那求主幫助我們 有這個 管理我們的時間 管理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情緒 管理我們和人的關係 管理我們生命的目的 就是生命是不是 有些人就是喝喝吃吃 就算有些基督徒走在一起 是不會聊天講耶穌的 有些人走在一起 就只是說一些普通 普通的說話 說一下旅行啊 說去玩啊 吃什麼啊 就是有些基督徒 他們在他們的溝通 他們覺得 就是他們覺得 講關於耶穌呢 好像跟他們很不同啊 他們覺得 好像超級屬靈的才會這樣的 那這個因為他們沒有將 神放在首位 那就 所以呢 他們被世俗影響 他們的思想 被世俗影響 OK 那在這個時候 有沒有人有回應 或者是問題 關於聖靈的果子 譬如有些人傳生命沒有果子的 那我也講講 怎樣有這些聖靈的果子呢 就必然是 親近神像 神的靈感動我們 可以回應聖靈的感動 也是時時看聖經 讓聖經的話語提醒我們 而那個力量 一定是來自聖靈的 聖靈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動力去愛人啊 關心人啊 去憐憫人啊 那當我們有這些聖靈感動的時候 我們就去回應了 那其實當一個人真悔改信耶穌呢 他的裡面就會自然產生一種憐憫的心的 他自然就會想去幫助人 去祝福人 他自然就不想犯罪的 他覺得很不舒服的 因為聖靈就會產生這些果子 聖靈會令到他犯罪的時候啊 說謊啊 說謊啊 氣人啊 覺得很不舒服的 那這個呢 就是聖靈在他裡面活著的證據了 那他回應聖靈呢 他就會繼續有聖靈的果子 但如果他沒有回應聖靈的時候呢 他就不會有聖靈的果子 他就會生命裡面呢 就是枯乾了 有些人他的生命是沒有得力的 他祈禱的時候 有些人祈禱呢 只是求神呢 幫他的問題 他只是注目在他的問題 信耶穌只是為了他 解決他的問題 神啊 我家裡很多問題啊 我很不開心啊 我健康很多問題啊 我金錢很多問題啊 我人際關係很多問題啊 當他只是這樣的祈禱的時候呢 他未必得力的 我們必然是 給神的靈改變 讓我們產生這種 愛人的心 關心人的心 憐憫人的心 善良的心 這個呢就證明我們 真是有神居住在心中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關於聖靈的果子啊 還有有些人沒有聖靈的果子的 那麼我們怎樣幫他呢 就是幫他幫助他 親人神也都幫他留意 聖靈有沒有感動 他有沒有回應 聖靈有感動 他覺得困不困難 他怎樣可以被神改變 或者他被他自己的情緒影響 他怎樣可以脫離這些 而得著平安喜樂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啊 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我們就跟著去下一點了 我們在這裡停一停先啊 停一停等剪接的姐妹知道 進入下一個題目 請不斷走 帥氣 用著麻煩 不會滾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